怎么把它变起来呢 这也是通过我们符合材料的交接 把它接在一起的 能掌握这个技术 在世界上大概没几个国家 几个发达国家当中 因为我们的水平和它们是接近的 因为是在法国的指导下我们干的 哈飞与法国新加坡联合研制的 这种面向21世纪的EC120型直升机 已于1997年通过欧洲联合试航当局的 型号合格证 并相继取得了法美英译等26个国家的试航证 现在它已经实向工业化并投入批量生产 年产稳定在100家以上 您的工作主要是最主要的 您的工作主要是保持货币的 货币的货币的 货币的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这些是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这些货币的货币是在全世界的货币 至少它的制造工艺 质量控制 生产管理 特别在一些为了提高生产品质量 一些设备能力方面 检验手段方面 我觉得通过这个机种 通过专家的资源 有了很大的提高 运12飞机目前已销往世界上20多个国家近百架 并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航空展 开创了中国自行研制的飞机 获得国际试航证的先例 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获得国际权威试航部门 英国民用航空局CAA和美国联邦航空局FAA 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的飞机 它还是中国第一个销售到美国 加拿大等 发达国家的机型 我们好多的工程技术员到国外去参加过 合作生产研制 据了解 广州地铁二号线将于下月29号开通 目前首通断的九个车站的装修已经接近尾声 中央台和广东台报道 今天上午 京珠高速公路南段佛岗至广州中落潭段 58公里建成通车 广州到韶关的行车时间缩短为两个多小时 京珠高速公路佛岗至中落潭段全长58公里 其中北兴至中落潭段按六车道建设 这是京珠高速公路广东境内唯一的六车道路段 除了各进出口按新规定设立不停车收费专用道之外 还率先在各入口设置了既安全带标志牌 另据了解 梅坎铁路29号完成国家验收 梅坎铁路系统 哈非人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 终于使中国的航空业在世界上占了一席之地 如今哈非股份已经上市 正在迎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新挑战 入市以后我们的企业集团面临着更加激烈竞争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 把我们的企业集团建成一个有实力有活力 有较强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随着产品战略与人才战略的实施 哈非股份将面向国内外市场 逐步形成小批量多品种系列化的生产格局 并将以较强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 躋身世界航空领域 哈非股份已经制定了未来的发展规划 坚持以建设现代企业制度为契机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技术创新为动力 将哈非股份建设成为 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 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直升机通用飞机 及航空复合材料零部件的科研开发和生产基地 飞向蓝天的哈尔滨飞机制造集团 必将为中国的航天业和世界航天业 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宋先生 看到这个哈尔滨飞机制造厂 这个制造的飞机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自豪 是 这个哈尔滨飞机制造厂 对我国飞行事业起功大远 好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明天也就是1月5号 正好是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开幕式 明天我们要带大家到那里 去领略一下冰雪艺术的魅力 别错过了我们的节目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 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610-6851-1155 好的品味文化感受魅力 明天让我们一起走遍中国 首先在广播 首先在广播